全台市场将近载活情 业者担忧断生计 中国H7N9情流感疫情扩大 农委会昨天宣布 中原节前将全面实施近载活情 预计最快一个月内 先从有红鸟接触的县市优先实施 如北市和新北市每年都有厌压 将率先实施 且这次政策绝对不会转弯 在农委所能掌握的资料里面 没有任何看到 有这个病毒 每年有一个货鸟南迁的时候 的确有一些货鸟会回到台湾来 学者表示这项政策越早做越好 殷勤鸟排泄物若带有病毒 飘散在空气中 恐造成人类吸入感染 不过国内养鸡业者却认为 温载鸡的肉质叫Q弹 净载恐影响销路 断业者生计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昨天则是推出宣导短片 提醒民众配合检疫 统计至昨天国内共拦截72名H7N9疑似病例 已排除68例 4例待检中 而目前已经向美国申请疫苗株 下月底应可取得 最快7月疫苗就能上市 动新闻 苏嘉宾你红了 报道